这名英国船员连捅自己的长官数十道 并将他的死价货给了英纽特人 回到营地后大势宣扬英纽特人的野蛮 他们以二十户到五十户的族群聚集 算算可能差不多有上百年 此刻正在向营地进发找他们复仇 三言两句令在场的船员无比恐慌 他这样做就是为了先翻克罗泽船长的统治 得知事情后克罗泽无比震惊 急忙叫来参事的船员问清楚情况 船员表示一开始袭击发现了英纽特人杀了欧文 当他们赶到山顶时确实发现欧文和船员的尸体 并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摆放 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就判定是英纽特人所为 并将几个英纽特人残忍杀害 一听到西基这个名字克罗泽立马警觉起来 预感到事情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况且在他的认知里英纽特人都是淳朴善良 不可能如此野蛮地杀害船员 于是带着希尔曼一起检查了欧文上尉的尸体 看着上半身被捅得千疮百孔的欧文 询问起希尔曼这是不是他的族人的行事风格 希尔曼摇头否认 为了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克罗泽决定带着人去往案发现场 临走前嘱咐爱德华尚未一定看好军械库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枪发给船员 可他们前脚刚走 被袭击蛊惑的托泽中尉悄悄地走出了营帐 两人擦肩而过对起了暗语 趁着迷雾的家众谎称听到了英纽特人的口哨声 骗船员说英纽特人就埋伏在400米开外 没多久谣言就在营地传开 托泽带领受到惊吓的船员霸占了武器库 此时爱德华也开始变得恐慌 决定分发枪支和船员一起对抗入侵 让库管机下出库数量草草了事 当克罗泽带人赶到案发现场 发现死亡的英纽特人都是背部中枪 像是有人从后面偷袭 他们当中都是一些老幼妇孺 身上也没有武器 只有欧文送给他们的望远镜 在雪橇上还发现了一袋海豹肉 赶紧叫上下属带回营地 看到同伴的惨死希尔曼流下了眼泪 与此同时 詹姆斯的身上出现了肉体腐烂 这是牵中毒后期的明显症状 另一名船员克林特精神失常 他脸上挂着诡异的微笑环顾四周 眼前的活人在他的眼里都成了人间美食 抱上一个就要下嘴 幸好人家躲得及时 再加上动乱的船员营地成了最危险之地 但克罗泽对此毫不知情 带着人大步地返回营地 刚吹起暗号差点被一枪打死